同志家族的各位亲友们 各位当伯们 我是景慧 我目前还在乌韩汉库这个疫区 我向大家汇报一下 目前我们整个湖泊 甚至全国的疫情情况 现在已经有9万多人死 这个病毒的传染几率是多少呢 就是一个人传染之后 如果说他没有被优效的搏离的话 或者说进行优效的资料的话 他会传染到他身边的14个人 那么这个技术就很大了 现在正值纯洁家旗之间 天然地搏离 亲戚朋友 子女都往家里干 都是为了河家团员 在一起 气一顿 看年饭 现在情况特殊 我希望大家 不要出门 不要聚会 不要聚传 纯洁年年幼 只要人平安 大家都可以 随时随地地在一起 我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火博生 医疗物资情话 现在武汉市 整个医疗系统 及火博生的整个医疗系统 都已经约过了我们的商界 威其威 其各个行政部门 吃政府 生政府 透过各大美医疾 再向社会 法器 五字母卷 这个五字 是医疗五字 我们现在的医疗人员 凡是从临床下来的 现在全部都有重新上了一线 我现在相当于就是在火线上 给大家录这个录像 就是为了让大家引起精力 我再强调一次 纯洁放假期间 不要出门 就自己在自己屋里呆头 要不然 我在前方平民 是为了什么 我就是为了让我的 我的情人 他们健康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也知道 有些亲戚不在群里面 请看到我这些消息的人 相互打电话 相互通知 一定要做到 我希望大家能够 提高人身 这是一个政治任务 而且报告一个 大家一个哼不耗的一个消息 这个 情形 冠状病毒 已经发生第二代变异了 也就是说 在第一代变异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真治疗 那么在发生第二代变异的时候 这是要命令 那他的感染机率 就不是一个人传染 一个人得伤的这种病 传染身边14个人 那么他是请包发新资料 我让大家 一定要牢起 不要出门 不要窜门 不要集会 不要聚餐 谢谢大家